初期至盛 我们要打赢疫情这场战 一定是世间法行善 众善奉行 止恶诸恶莫作 这样还不够啊 初世间法强调的是净化心灵 为什么 这个涉及到过去五百万年 乃至于更早五始节以来的 所造作的冤业 我们要借由圣经念佛执作懺悔 禅定来解套我们的疫情 所以我们的初期至盛 跟世间人所传授的方法 很不一样的是 我们要兼顾世间的战役 我们要配合指令 我们要勤洗手戴口罩 然后减少群聚 更重要的 我们要以初世间法为前党 所以这边初世间法请你用七分力 自然你会愿意非常欢喜的配合指令 现在很多人他不愿意配合指令吗对吧 因为戴口罩很麻烦不能呼吸吗对吧 种种的抱怨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一边的支撑 他只看到这一边 所以我们今天初期至盛的方法来告诉大家 要兼顾世间法跟初世间法 诵经有什么好处呢 经典书上是诸佛圣人智慧的结晶 也是真理的载体 讲载的古圣先则处理世间 初世间他们的方法 所以看到经典他是高能量为什么因为他是真理的载体 你说那释迦摩尼佛已经 持世已经元期两千多年了 耶稣也元期两千多年了 对他们都在现象界他们已经元期了 但是他们的传承真理 他是如如不动 因为他已经证物到与宇宙同体了 他是如如不动的 所以他的经典都有高能量 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诵经 诸佛圣人皆以成佛 因此具有与宇宙同体的高能量 诵经的功德利益 摄取诸佛高能量得到他的护佑 所以你想要得到诸佛的护佑 不是拜拜啊 是要是 摄取诸佛的高能量 从哪里摄取 从经典来摄取 经典提供世间出世间问题的圆满解套的方法 里头方法很多 还有净化我们身口意的行为 让自己的频率拔高与诸佛相应 还有诵经是增长圆满智慧最重要的方法 所以佛教有一句话叫做深入金藏智慧如还 经典很艰深看不懂没关系继续诵 藉由高能量的摄取 自然应验的疏读百变奇异自现 比较不建议看金姐 因为金姐你拿到的 如果我们的阿拉约史染污很严重 拿到了金姐就不可能是正确的吗 因为跟我们的阿拉约史是相应的 还是错误的吗 所以每一个人的佛性跟诸佛是同一个 请相信你认真的摄取经典的高能量 你一定三国治指导众生疏读百变奇异自现 在疫情的这个时间里 更应该要送药师金 求长寿得长寿嘛 第六第七大愿 求男女得男女 第八大愿 求官位官位就是失业 第二大愿 求富饶得富饶 让我们在景气萧条的时候 自己能够读书一格 然后绽放异才 第三大愿 所以药师金 每一个人应该要送越多越好 念佛跟宋经不一样 念佛是Buddha's name 就是菩萨成佛的圣号 功德利益 调整我们的频率 来跟诸佛相应 得到他的护佑 比如南魔要是流离光如来 南魔就是皈依 依靠礼境的意思 所以念佛最主要是调整频率 刚刚讲的诵经是增长我们的智慧 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当然两个都可以 三个啦 诵经念佛持咒 都可以摄取诸佛的高能量 咒语是Mentra 是菩萨未成佛 以前在禅定修持当中 所开发出来的修行精华 以一段秘密的语言呈现出来 所以咒语是修行神圣的展现 最主要它饱含菩萨度众的愿力 所以它是一种力量 以及大威神力 所以为什么它有高能量 诸佛它没有语言文字的障碍 所以你要从六字大明咒 文书八字真言 大悲咒 能言咒 都是OK的 因为他诸佛讲的是同一个 用的是同一个频率 而不是讲同一个语言 是我们谁类解 我们众生按照自己的因缘来解 要是之后 通常咒语都是不翻译的 因为是秘密 但是为了教学的方便 师父把它拆解开来了 在这边传授一下 要是之后 冒号左边就是原文 就是凡文 南谋伯伎伐地 毗沙舍聚鲁必流离 不辣婆 好那世也 大陀皆多耶 阿拉好地三妙三妇妥妥耶 达子托 哦 毗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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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妙皆地 所好 冒号的右边就是 我们汉文的翻译 南谋就是归一 博伎伐地 佛 你看一下 这一块 讲的都是佛号 归一 佛 药师也是佛 流离官王 如来还是佛 应供也是佛的意思 真等正觉也是佛 所以总的 左边的这一块 就是依靠药师佛 如来 药师佛 他就说 我现在开始要说我的咒语 嗯 就是种词 种词就是 你念这个咒语 也相当于念其他的咒语 这就是种词 集中精神归上三宝 毗沙士 红字特别要小心 毗沙士 毗沙士 这两个是 要啊 要啊 是名词 毗沙士 是动词 我给你要 沙漠界地 普遍救度一切众生 俗级成就 也就是说 你在持药师咒的时候 嗯 药师佛 就不断地给你用药 施予药 施予法药 什么法药啊 净化你的业障的药 普遍救度一切众生 任何一个众生 都可以立即见效 所以 这个药师咒 是绝对的重要 在疫情当头 嗯 师父特别鼓励 每一个人 应该要大力耸词 药师咒 忏悔转化错误为力量 化负能量为正能量 忏是承认起过 悔保证不再换 发露是公开来忏悔 有的人不敢发露 偷偷地躲起来 躲藏还是负能量嘛 发露就是要把负能量 完全释放开来 忏悔就是释放负能量 而且要转善 看到师父这个 这个箭头没 是要向业障来忏悔 而不是向菩萨忏悔 我们的普贤菩萨十大愿 忏悔业障 第四大愿 自己发露忏悔 发愿永不再犯 这是最重要的机制 发愿我下一次不再犯 就是我不饿过 不再犯同意的错 向上向散 每日回向给亏欠的当事人 最后与菩萨相应 得到他的加指 所以忏悔是第一步 因为忏悔 可以帮助我们释放负能量 我们才能够倾囊前行 功德回向非常的重要 dedication 转化大的共恶业 我们现在更需要功德回向 量子力学跟维时的对话 1921年丹麦的Dr.Bohar 提出了量子力学 说观测者的意识 影响了会起变化 对吧 波动力学知父 1926年的Schrodinger Schrodinger 他说观测引起被观测 对象的物质变化 比如说我拿一杯水 我用欢喜心看着这杯水 结果到冷冻了以后 再显微镜一下 看到这个水 变成了漂亮的结晶 相反的我用辱骂的心 来对待这些水 这些水就不成结晶 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 透过我在观察 我的心意识的能量 投射出去这些水 就起了物质的变化 能量采波动式的传送 他是不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所以用在我们佛教的大回向 是特别重要的 所以我们身心灵药均衡 止二行善消业 止二行善世间法 消业初世间法 对峙我们过去 无始节以来的 错误的行为记录 用功德来清藏过去式的恶业 消业需要取得高能量 因为要跨越不同的时空 谁有高能量 李世成教授台大的前任的校长 他做了实验告诉我们 上帝耶稣佛菩萨孔子等圣人 他们都有高能量 怎么取得 他们都已经辞世了 对 怎么取得 诵经念佛辞奏 这些都是他们的真理的载体 懺悔释放富门能量 禅定因为没有时间 我们就不再讲 好 很忙没空 那要怎么办 有空诵经 没有空的时候 你可以动中辞奏 重中念佛 然后你可以懺悔 功德回向是跨时空 跨时空的功德奉献 就回向人而言 他是新奇的善念 把种子植物临时 被回向的人 透过意念 来收到这个能量 意念就是透过念波 念波是异次元 无形的空间里头 传递的能量 所以我们的功德 回向dedication 透过念力 最主要是这个念波 来跨时间跨空间 把功德奉献出去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 把回向当作量化说 我只耸260个字的心经 我怎么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 光地球就72亿 不是这样量化的 是总体回向 是我一念心 我的心起重念 它就是非常高的能量 然后投射给所有的法界的一切众生 因为宇宙是共振的嘛 它就会 我们会带动它的那个共振频率 好同样总体回向 回向法界一切众生 我们个别回向累世冤亲在主主管下属 我们的婚姻等等 亲人朋友等等 以此类推 我们的婚姻 这个美好其妙 我们的婚姻 这一切众生 是你们要不应该